一年前 来自外星的神秘怪物登陆了这颗星球 这些怪物身上携带着病毒 仅仅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 就感染了方圆1000公里所有的生物 科学家从这些寄生怪物的基因数据中 提取出了一种极为恐怖的能量 并且用这股能量打开了地球长达上万年的封印 如不禁的灵气从地底涌出 而经过研究发现 人类吸收的这种灵气 会使肉体的长度从倍的往上增长 为了让地球回归往日的平静 几位冒险者再次走向了那片大路 哈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集群专专业给您带着 即便修仙100天的最新期视频了 那么在上期视频呢 我是拿着狼木去那个妖兽界 杀了好几只的九级妖兽 目前呢在上期视频 我还度过了这个真仙期的雷琪 来到了真仙景界 那度完了节之后呢 我就发现我们这个家周围啊 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地底下突然莫名其妙的钻出这种巨大的柱子 而且不管你怎么把它庆除掉 它过一会还会再长出来一根 现在呢我们这个家周围啊 已经长出来了十几根这样的巨大柱子 这个地方呢已经彻底没有办法呆了 然后今天老幻梦也是赶快的 之前幻梦是回老家是祭祖了 幻梦一来就开了个眼界啊 地球你呢 你随便啊 不随便吧 赶紧来 那咱们今天这个视频刚开头呢 还是先来讲一下老规矩 那上期视频呢 我们大家要3万2的点赞 大家又是在两三天的时间啊 就把这个点赞点到了 那今天这一视频呢 依旧是点赞过3万2 直接跟一下期 好吧 OK那接下来呢 让我费点时间挖一些材料啊 挖点沙子回去啊 等会有大用处 接下来来到我们的法宝商店这里 法宝商店这里呢 可以拿沙子啊 兑换这个气球 这个气球有什么用呢 等会呢 各位就知道了 先换它个一点点出来吧 突然又看到了这几个东西 药魂宝珠 它可以改变拔刀剑的属性 那我今天就干脆 不如拿点材料去换一下 今天呢 我除了要把这个加班走之外啊 我还想要去打造一把新的拔刀剑 之前一直有观众说 让我把拔刀剑的这个等级提升一下 今天也是时候该提升了 说到提升拔刀剑等级啊 我们就需要这个药魂宝珠啊 那我在这个法宝商店里面 是加入了三个药魂宝珠 三个药魂宝珠的技能还都不一样 每颗药魂宝珠啊 都需要一枚九级零食 加上这个宝石啊来换 接下来呢 我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个药魂宝珠啊 有什么用 那现在呢 我的这个四级零食拔刀剑啊 它的这个技能啊 也就是它的这个SA 是幻影刃纵 这个加周围竟然有一个千千古术 正好让我试一下我的这个刀戏啊 砍到他身上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当然我现在四级拔刀剑 打这个九级雕兽啊 实在是过于勉强的 所以他不掉血 但是一般来说 我这个剑打到血量低于200的这个怪身上啊 基本上就是一刀秒掉的 来拿这个星星来做一下实验 一刀过去 你看直接就秒了 我们只要拿这个药魂宝珠啊 对着这把剑敲一下 它就会有一个砰的一声的声音 然后这个拔刀剑的技能呢 就直接转换掉了 现在用的这个剑气呢 是拨刀龙胆 拨刀龙胆的攻击距离比较近啊 但是范围会更大一点 小心小心 这些怪已经出现了 我靠 这家伙都出来了 老龙你先别打他 你看他头顶上的那个盔甲 护甲值 你仔细放大看看 他的那个护甲值高到了什么地步 别满了 这已经是 他这相当于是穿了十几件 钻石套的那种防御力啊 我去 你还记得以前的反物质吗 差不多就是那个套装 对啊 这个太恐怖了 用我的竹岸者冲过去砍他 我的竹岸者 还有一点忘了讲了 我的竹岸者现在呢 是一把传奇品剑的 算机师傅录完了之后 我又合了三把 结果呢 就突然合出了一把传奇品剑的 也算是人品爆炸了 传奇品剑的剑 砍这个长臂兽 竟然不掉血 我这个传奇品剑的剑 一刀可是能砍出 一千以上的伤害了 竟然砍不死他了 咱们走吧 该回家了 我觉得这个地方没得待了 那刚才说到拔刀剑的这个问题 那这个拔刀剑呢 我最喜欢的两种效果 一个是幻影刃 一个呢 就是这个次元斩 这两种效果是我最喜欢的 所以想让各位观众帮我选一下 那个幻影刃呢 刚刚刚才各位也已经看到了 那至于这个次元斩呢 就是在你锁定的这个位置 出现一道刀器 那更喜欢这个次元斩的观众 可以在弹幕区扣1 更喜欢幻影刃的 可以在弹幕区扣个2 好吧 看一下各位更喜欢哪一种攻击方式 为这些怪给拉住了 咱们家这真的是一秒都不能呆了 赶紧去提升拔刀剑 现在拔刀剑 三四刀都不一定能秒掉 哎呦 我突然看到这个9级的千金鼓术 跟寄生虫打起来了 千金鼓术被他们打得直跑 我来帮帮他 好我也打不懂 这个适应长臂兽 他的血条太厚了 只有剩一到6级以上的这个拔刀剑 才能勉强打得动他 6级拔刀剑要比4级拔刀剑强了好几位 到时候两刀秒掉他应该不成问题 千金鼓术被打得太惨了 既然你都被打得这么惨了 狐狩折磨 不如今天我就帮你解脱掉 这个千金鼓术好像也不是一个一般的千金鼓术 太猛了 这千金鼓术 砍不死 比我上期杀的那个千金鼓术要强得多 只有妖兽戒才是最安全的 哎 妖兽戒碰到了一只元祖石灵 这个元祖石灵 不知道能不能杀 我这把传说级的武器 看看能不能受罚致命效果 这个致命好像不是说一击必杀 而是伤害可能会有成余个十倍左右 哎 打死了打死了打死了 他是给我掉了一枚九级的火属性腰单 杀着一只怪还真的挺费劲 再去挑战另一只 同为争先期 我连怪的房都破不了 啊 你破不了怪的房吗 我要去buff全开才能破 你以为我能破得了他的房啊 我也破不了 我就是靠致命 因为这些怪打不死我 我就硬磨你知道吧 只有触发的致命效果 他才能勉强掉个一半的血 打不死 不管这个是龙傲天吧 衣服耐久都快扛不住了 你还不死 既然打不过你 那我去杀你的小弟 总没问题了吧 这边有好多只这个八级妖兽 这个八级妖兽杀起来还不是轻轻松松 简简单单 多抽一点材料 今天想要做出那个六级零神拔刀剑啊 材料还是必不可少的 我们需要大概至少 三十枚九级妖单 我今天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那就是在这个妖兽界啊 搞一个八级妖兽的刷拐龙回去啊 回主世界慢慢刷 你只要把那个刷拐龙搞回去啊 这个妖单的事情就比较好解决了 所以说老汉姆咱们接下来联手啊 看能不能抓了一只八级妖兽使劲杀 诶 这里地方不错 有两只九级妖兽 两只八级妖兽 来 把可可的武器赠给我老汉姆 这里有个援阻士兵 能不能杀 不行 打不死他 开启可可的这个buff 这样的话就勉强能打得过了 没事没事没事 你先扛一会儿 我先把他杀了再来扶你 好 砍死了 诶 掉了一个这个活属性妖丹 我是被他反伤致死 你怎么死在我们一百米开外啊 你是打谁呢 这里有一只原土石灵 你没有看到吗 哦 你跟他同归于尽了是吧 你是牛逼 是啊 但是没有掉妖丹呢 脸黑 我这边是收获到了两枚九级妖丹 反正咱们今天想做六级八刀剑 需要三十枚 我们现在进度还差了很多 杀就完了 杀就完了 杀杀杀杀杀 来试一下这个 诶 得拿这个 我们是来搞那个杀怪弹的 光杀这些怪没什么用啊 得把杀怪弹带回去 还有最主要的就是来这个妖兽界啊 它有一个力量压制效果 所以说你的伤害相当于是被削弱了的 你只要把他们的沙克龙带回主世界 让他们在主世界刷新 我们杀他们才会更快 对 杀他们才会更快 比较简单一点 A few minutes later 又遇到一个九级的 砍 诶 这一次致命出发的早啊 直接给他砍死了 哦 一刀给秒了 诶 这边又遇到三只九级的这个小狐狸 这爽啦 开个可可的buff buff一开 一刀两刀 哦 我自己那个剑的buff差点忘开了 我靠 还把自己反伤烦死是吧 对 我这个剑不按右剑 没有抗性3 那 差点两下被秒掉了 抗性3能免掉70%的伤害 不免这百分 诶 你猜怎么着 触发了一个buff 哦 什么buff 群伤buff 三只九级妖狱一起死了 哦 心云锁链 一下死了三只 再加猛啊 来个致命 你 你怎么死了 我被炎金10灵给杀 不开可可的buff 还是太难杀了 等会我来救你啊 不要急 不要急 我再杀一只原祖10灵 我再来救你啊 不要怕 反正你这个 一分钟的时间呢 还有30秒 还有30秒 不急不急不急 你救我要10秒 我也别忘了 诶 好 不要怕 大哥来救你了 站起来吧 你看你菜的 好 咱们准备回去吧 我每次看到这个 圣塔亚的妖兽 我都不舍得走 飞着飞着 就发现 诶 有一只九级妖兽 走不成了 把它杀了再走 再杀一只 诶 这边又有四只 诶 再杀一只吧 哦 寻伤 再杀一只 上头了是吧 上头了上头了 这真上头了 这可全是钱呢 有实力打了 现在 咱们真是穷怕了 这里还有一只 诶 再杀一只 诶 上 上 好 又搞死一个 雷条 咱们今天的收获可真不小啊 哼 我的八级妖丹是不是贼多 那确实啊 这你看满地的都是妖丹 哦 好爽 我来算一下 15枚 木属性 9级妖丹 11枚 9级 活顺 妖丹 接近30枚了 差不多了 接下来就把这些 全部给它换成临时 一点都不留啊 轻压荡产 全部换掉 按照这个顺序啊 把它们全部都拆成6级临时 8级临时 再拆成7级 7级的再拆成6级 诶 老黄蒙 没算错吧 我们好像需要8000枚左右的 6级临时啊 对 还不够吗 对啊 没搞错吧 没搞错呀 可是我们现在只有4000枚 你算差了 好像是 你这个数学有点不太好啊 我一直这么相信你 你怎么回事 还好我背包里还稍微藏了点家底 但是也不够 如果你身上还有家底的话 可以记得掏出来一下 家底都让你掏干净了 真的一点都没有隐藏了吗 不是啊 我这还有藏了不知道多久的 嗯 也不多啊 就一点啊 也就几枚九级药丹啊 哎呀 这也不太够啊 也就多做出来500多枚罢了 4300枚啊 还是不太够啊 你这个数学坑了我呀 拿一个绿宝石出来 然后在这个地方烧一下 这个游戏还会卡bug 怪讨厌 烧出两个附魔之瓶 哎呀 我的经验就恢复了 我经验竟然有156了 你敢信 好多啊 这么牛逼 你还要给你的狼魔附魔啊 狼魔 你这个 大事啊 你这个就比较猛了 可是你附的魔又有什么用呢 只能砍一刀啊 你经验修补也很麻烦呢 只要我运气够好 经验修补就能让它无限活着 那你麻烦你砍一刀就得给它绣一次 砍一刀就得绣一次 你的那件是什么品戒的 你的那把狼魔 神话 神话 哦对我想起来了 你忘了吗 那我给我的这把传奇品戒的狼魔也附个魔吧 整个机会 锋利 抢夺 耐久 耐久有用吗 耐久 应该可能也许有 那这样吧 你砍我一刀试试 你别砍我了 你砍稻草人吧 你砍那个稻草人 神话品戒的 哎呦 我也看 哎呦 砍到你了 疼吗这个 我刚想砍 你说疼不疼 我刚想砍你就站面前来了 没断吧 没断没断 真没断 你试试能砍紧 我衣服呢 你衣服呢 我衣服呢 你衣服不会全碎了吧 全没了 那我对不住你 你再造一套吧 哎呀 一刀全碎完了 这什么伤害 最干净了 我看一下我这一刀伤害有多少 我一刀两万的伤害呢 你看看你那一刀多少 狼魔 你试试一下 我试试 你试试 你的神话凭借 想必比我的更高 你的力量 哎呦 我比我还高4000多的伤害呢 将近5000 我要知道我的力量 可比你少不少啊 对啊 你的初始功 我的力量才40多 你才40多的力量 我现在是93的这个攻击力 所以说 你的剑拿到我手里 估计更强 你要不然给我试试 试试 这狼魔怎么还不掉耐久了呢 他要砍几刀才掉耐久啊 耐久三是砍四刀 算一次耐久 我那这个牛逼了 这个武器太强了 得消这个武器 他竟然有40的耐久 虽然普通的一把铁剑 可能耐久度都有高达250啊 但是这个40的耐久 对于这把狼魔来说 对 这得消 这太猛了 没想到副个耐久三 竟然这么猛 这刀部得随便用啊 这是 诶 走吧 咱们去 虽然这个属性 属实是有点不要脸了 但是在消之前啊 我们还是好好的转一转材料 毕竟这个游戏里的材料 真的是很难打 一代版本 一代神 代代版本 你又怎么了 老花梦 你太让我失望了呀 我就路过一下 我怎么倒的呀 你就路过一下 怎么就死在这呢 我扶你一下 是不是你在上面砍怪 没砍怪呀 我什么都没看 我还没飞出去呢 我迷路了 一代版本 一代神 一代代版本 是太狗啊 今天你都死了五回了吧 老花梦 你真行 一个字 绝 总有人要为节目效果 做出贡献 高情商 为节目效果 做出贡献 低情商 我太菜了 有火金刚 还是三只 这也牛了呀 一刀 这个诱火金刚 两刀一只 这是什么概念呀 两刀一只啊 这个是 两只都没给我掉 脾气这么大的吗 我觉得不是脾气大 懂得都懂 三只都没给掉 哎呀 一生之一 这是为什么 这诱火金刚 过分了呀 老天 拿狼木 打这个叫八级妖兽 基本上就是一刀一个了 而且最关键的是 这个武器 还有天眼修补 你咋又死了 你能不能不要丢人 老花梦 我还得老得来扶你 你这个神话凭借的武器 是真真狠的 你拿到我手里 我估计我一刀都能有三万的伤害了 好嘞 已经有足足十一枚赤羊的 这个杀怪小蛋了 哎 你又死了 我都扶你多少次了 你能不能不要再死了 三天之后 哎 我操 你怎么用 我家里面有 适应一个 适应长臂兽把你给秒了 我跟他同归了 跟他同归了 你这个 对 我在砍死他的前一刻 把我烦死了 那你记录修为了吧 记录是记录 那你死吧 我现在离家太远了 哎呀 你还是被被喂 转向了 你现在那只小怪打死了 你这个 现在咱们家 可比妖兽界要危险的多得多 至少这些妖兽界的怪 他不会主动打你 一定要小心 你衣服是全碎完了是吧 对 我衣服是碎完了 所以我现在特别碎 哦 懂了 衣服要是全碎完了 我衣服怎么碎的 哦 被我给砍碎的 一刀我砍碎了 那你的防御率直接掉了80% 没有护体的东西了 你咋又死了 你又被杀杀的 你告诉我 我只有两滴线 摔死了 摔死了 你这都行 仙人摔死了 你既然摔死了 真仙境摔死了 这期视频的标题就是 老汪梦的一万种死吧 丢人 太丢人了你 稳着点啊 稳着点 别再死了 哦 金属性的狐狸一群 老汪梦 我们总算可以回家了 我们可以回家了 终于有狐狸了 终于有狐狸了 找半天 在家里刷狐狸了 而且最关键的是 金属性的狐狸 我要的就是他呀 我们总算要有弹了 OK 正好17美 你又死了 老汪梦 你 我也不想 过来看看情况就知道 什么情况 他那只狐狸卡在墙缝里了 狐狸卡在墙缝里了 卡在墙缝里 不是会一滴一滴的掉血吗 然后幽兽 中午有范围性反伤 你知道吧 哎呀 丢人再高 又一种心死马 完了 各种死 你今天真的死了 有超过十回了 咱们家后面 就是一个腐化地 对啊 咱们家已经完全被感染掉了 所以说我准备 做出拔刀剑之后 立马把咱们的家搬走 等会儿给你看一个大傻气 来把你的所有酒窍单 全部交给我 我去 你看这一堆窍单 看着多么漂亮 这雅直连城啊 这可是我们这大半天的成果 这一次我就不信 还不够 520枚 好吧 好像真不够 还不够吗 我试一下吧 不得不得了啊 咱们才654个零元了好吗 这差远了呀 我们做一把零石拔刀剑 就这么费劲吗 现在居然是晚上 不过好在今天晚上不是雪月呀 如果要是雪月的话 那咱们还不好连夜干活了 想把我们这个家搬走了 首先我得把这个家周围修饰一下 接下来就要拿出我的这个气球啊 把它围上 按照10比1的笔 你要抓紫 你这个东西 他自己掉下来摔死了 这个小白 就这种废物还要给我捣乱 你们也太讨厌了 空手一拳就能打死的一群 喽喽 这个地方作为飞船的开头吧 组合飞船 此时呢 我们的飞船方块有1913个 气球的比例只占了1% 我们只要让这个气球的比例啊 占到10% 这个船呢 就能改造成一艘飞船 就可以让它在天上飞了 那就可以直接把我们这个家 整个拉走 我们要尽可能的用这个气球啊 把它给吊起来 此时拿出我的建筑手杖 这个建筑手杖 这样一搭 就是一大排 再来一排 这样子呢 就把这个家一整个包裹起来了 我看一下现在怎么样了 组合飞船 现在已经是一艘飞船了 老花梦 在我们的船上坐好了 准备出发了 登船 你直接掉了老花梦 好等你给我登没了 不过我先把这个船先开走啊 不知道能不能行 安卓X键是慢慢上升 这个船它在缓慢的往上移动 我看了一下 我们这个塔是一整个全部搬走了 之前上机视频 我去的那座山上 我感觉还不错 看能不能把我的飞船 给搬到那里去 搬到最高的山上啊 咱们家这块地方 是彻底不能待的 离得越远越好 这个位置就非常不错 就在这个地方停吧 OK搞定 他怎么还把这个 一火也一起搬走了呢 这就离谱 好笑话 家旁边的一火吗 对啊 就我几下不是铺满了一团 九级一火吗 他把一火一整个也带走了 还甚至带走了 寄生的压缩石头 你快上来看看吧 来到我这里 我们的这个家啊 就彻底的远离了 那个是非之地啊 咱们只要离那边远了 那边怎么感染 也不关我们的事了 你知道你留下了一大滩的bug吗 什么bug 你把你那留个坐标点 你过来看看 这个水 这个就是MC的特性吗 MC的特性是什么 这个水是哪来的呀 咱们家房子里的水 没有到拉走 那个刷怪龙啊 忘了 哦刷怪龙 我懂了 这个水怎么就凭空 在天上待着了呢 流体不能带走 这个飞船确实猛 反正重要的物资都拉走了 也就只剩下个 那个叫什么 地下室 地下室要不要都无所谓 看到天 空中堡垒全玉阁呀 这是 我记得以前有个电影 叫什么 飞屋环游记是吧 是的 老电影了 有那份 各位把66666打到弹幕区 好吧 你不觉得这里应该铺一点吗 这要不是个仙人 一下就死了 啥呀 铺什么 这里那么大一个洞 确实 留着吧 留着 我觉得挺好的 这是 这是连接我们家地下室的 一个象征 失去了它 挺不习惯的 挺好 就这样吧 我看看这个家 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像仪器都比较正常 箱子里的东西也都带走 你去搞水桶 我呢 就造那个 妖兽的刷怪塔 这个石头山不错 这个石头山 正好有源源不断的石头了 想要做出一个 能够容纳八截妖兽的 这个刷怪塔 那就必须得非常大 因为八截妖兽的体型 非常的大 这个刷怪塔的大小 必须得容纳 至少五个八截妖兽 咱们本期的重点 咱们的剑 咱们的剑 这不是材料不够吗 还差300多枚 这个零元 这个零元不好搞 灵气爆发 老幻梦 灵气爆发 我能突破了吗 我身上有灵气爆发 这个灵气爆发 先打个座 好久没有打座了 突破估计是有点的 我去 灵气爆发就是爽 直接涨一大截 这个进度条 我总感觉 烧怪塔里 是不是少了点什么东西 这水流的不对劲 我教你 哎呦 针线终解 灵气爆发 我忘了 它能一直持续不断的增长修为 血量也往上涨了 320地鞋 来老阿牧 把你的水桶给我 你的这个水 必须得倒在最里面的位置 你知道吧才行 可能玩我的世界不久的观众 不懂这个作用是什么 这个水呢 是为了让 从上面刷下来的怪 被冲到这个底下去 这个是一个小的机关 放在这个地方 差不多 这样就刚好 对这样刚好 对给它铺刷 好 它爱怎么刷怪 怎么刷怪去 我反正现在 只要把我的八级妖瘦的 刷怪塔 给它装起来 建好了 我这里建好了 你这个小白 哎呦我去 怎么 这个你还能刷寄生虫呢 不是 为什么我刚搭的一个平台 它上面还会钻出寄生的柱子呢 好恶心啊 哦 我看到了 上面有寄生泥土 快把它清理掉 然后接下来掏出我之前的杂物包 拿出我的八怪龙 玄硕的 听浪的 哦 刷新了 你看这不就乱杀了吗 来到主世界 我们的力量没有被削弱 基本上是一刀一个 给它开个加速 加速刷新 嗯 这不是刷起来轻轻松松 给你担担 这零食拔刀剑 这不是张手就来 刷这个一个人就过来 你在这里凑什么热闹 你看到我了 要不我来 你来啊 你确定你能行 我扶你一半 我就看着你怎么杀的啊 上了吗 五秒钟之内涂他祖福 我看你过了这五秒怎么办 到时候 啊 你看 五秒一过我是废物 五秒真男人 你这个过了五秒就不行了 老太狗了 恐怕你这个刚被扶起来又要死了 你看又死了吧 我跟你说的吧 你出不去了 你 好 被我一箭全秒杀了 你看这个才是真男人的 你说这个拔刀剑还不是张手就来 以后需要什么法宝 这不简单多了 不会有人要刷小僵尸吧 爱他索尼 索尼他的这个刷怪数量是我们所有人里最多的 我记得他好像杀了足足两万多只怪 其中得有一万只应该是小僵尸 我记得九尾是第二多的 但他死亡宝是第一高的 九尾是最弱的 九尾杀了也有一万九 快三万了九尾 真的快三万了 我才杀了一万三千只怪 一个比一个卷 等会我才想起来 我们家地下的重要物资好像蛮多的 我们家地底下也是个大部队 只搬走了一半 现在只能说 老姆你有那个卷九吗 我可以借你一个 什么卷转 就这个 按住右键 直接就能传送回来了 很爽的 这个东西很爽 到时候多搞几个卷转 回来 这个好方便 对 方便的很 我来把这个叫换一下 正正好好了 可以了 坐一下 等一下 你别动 老姆你别动 让我来揭秘 我觉得这应该由我来开箱 一个是普通的 另一把是罕见的 脸有点黑 凑合的又吗 给你这个 我就说应该由我来揭秘 材料我那么多一点 确实是黑的不行 它的基础伤害是150 这个就比较爽了 加上咱们的修为伤害 一刀下去 砍出个500以上的伤害 不成问题 给它强化到加7 以后这个强化材料够了 我再给它往上慢慢的升级 我来看一下咱们家 这位 我去又有感染群系了 咱们走着之后 它立马又刷了一个感染群系 我来试一下我的新武器 6级临时拔刀剑 这个伤害比刚才之前高了很多 像这种怪之前都是打不死的 现在都是一刀苗 这也是一刀苗 贼爽 来试一下这些小怪 用我的新武器 6级临时拔刀剑 我去 8级的听了 优客 不错 比之前4级的拔刀剑强太多了 再试一下4级的临时拔刀剑 你看这伤害低的 几乎不怎么掉血 然后现在这个6级临时拔刀剑 相当于是提升了4倍的伤害 差不多 数据上面确实也是提升了4倍的伤害 香 香就完善了 干了这么久 总算是干出来一个神奇 OK 那今天这期视频呢 也就到这里结束了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关注一下我的新空间 那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 各位 拜拜